精辟的论述跟内容 也希望大家在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 订阅我们的新的频道 同时将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在页面上也会提供我们的播出的时间 同时也有我们订阅的频道的画面 也欢迎大家订阅起来 同时将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五点钟大家下午好 我是嘉瑜欢迎收看中天新闻 这期我们双开 所以请大家赶快帮我点击子评 按赞聊天室留言跟分享出去 好我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在线上等了 其实呢在下午的时候呢 来公司的时候你们有撑雨伞吗 你们有是开车骑车还是走路搭公车呢 因为呢现在外面下起了大雨 其实我刚开始在两点多来公司的时候呢 是没有下雨的 是相当的幸运 不过呢马上现在下起了大雨 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湿湿闷闷的 好有看到这个马维拉 李正中 Kelvin Sim 路过的球球 红色燕子 Ben还有杨小雨 都是熟悉的名字 还有方俊生 慧英也来了 还有看到Berry Ma 阿燕 以及加龙 红色燕子 银太也来了 崇气 廖帅 仁为 还有Philip 以及路过LearOne 还有Jaco跟这个陈宇 还有看到谁没有点到的呢 好 还有看到小炭子也来了 都是熟悉的名字 闭着眼睛都可以知道 你们一定在线上那种 有杰云 还有看到全民 好 忍者娃 还有WL 还有以及这个利语塔绿班 社会没事非争议 好 大家周日愉快 很多人都开始留言说 你们的假日过得怎么样呢 其实我觉得只要假日碰上下雨天 就会觉得很麻烦 因为哪里去都觉得好像不太适合 就要找一下室内地方 好 看到有什么问题 还有看到席人 还有看到宽和5757 好 还有看到品明 以及这个天地不容 还有Yung 还有这个玉琳 好 郑中 好 大家都来了 赶快分享给你所有朋友 还没线上在YouTube频道见的 我们要点开中天新闻 赶快来看一下五点的精华内容 好 其实呢 一开始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到 气象鼠是针对了基隆跟新北 还有台北桃园发布了大雷雨的讯息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带着雨伞 汽车一定要小心 因为呢 三地盛防剧烈降雨跟雷急 还有九急以上的强阵风 台北市市令区跟新北市三峡 还有石定区等三处的三区都发出了暴雨的警报 台北市双溪跟新北市大暴溪 石定溪区流液溪水暴涨并且要注意安全 另外呢 因为雷雨暴影响到台湾上空 桃园机场就表示了 日本福岗飞航的情报区 在中午开始对道场赴日航班实施流量管制 会影响到淘机离场的航班 还有旅客跟街机的民众要注意记得 这些航班的资讯异动呢 都会一些改变 有问题的话要洽询航空公司 来做一些资讯的确认 另外呢 其实在今天下午台北地区呢 也下起了大雨 就是一连串的一直下一直下 就连大巨蛋也出现了漏水情况 还有球迷直接在场内撑起了雨伞 我们看一下最新的状况 连线记者张良好 好主观呢 你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呢 就是有大巨蛋今天进场看场看球的球迷呢 今天是非常的意外 因为他们以为在大巨蛋里面呢 就算外面的雨再大 风再大都不会受到影响 结果呢 他的大巨蛋的屋顶的部分呢 就开始漏水了 那这个时间呢 大概是在4点20到25分左右 他们抬头就发现 怎么这里在漏水了 所以当所以现在看到画面当中 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下方 这个是内野看台的地区 所以就有一些民众 基本上就赶快拿起雨伞了 因为这个水是不停的滴下来啊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很快的 就发现了这个事情 因此他们也来到现场来做这个 要想办法把这边给擦干净哦 因为这个雨他们也不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雨在外面 还是持续的滴滴答答的下啊 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因此他们也有在群组 球迷的群组当中来传的这些讯息哦 那就有球迷来开栓说 没想到到大巨蛋里面来看球 还需要带雨伞 难道这叫做所谓的4D体验吗 还有其他的球迷就讲说说 哎你是不是买到了所谓的流水席啦 所以才会有下雨的这个状况哦 不过其实大巨蛋下雨的情形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哦 先前在台日交流赛的时候呢 也有出现过所谓下雨的一个状况 那当时呢远雄集团就有出来表示说 哎是因为施工的过程 管线结合不胜导致有裂缝所以有渗漏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 目前是还没有听到远雄这边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哦 不过大家就开始担心了啊 接下来大巨蛋就是我们球迷们最喜欢去 觉得看球最舒适的一个地方 那却发生了没想到外面只要下起大雨的情况之下 那里面就会开始漏水了 特别是年底呢 可能还有一些国际的赛事都要在我们这边举办 难道说会被大家来笑这件事情吗 因此大家就希望说这个事情能够赶快的来改善 那先前的时候就是 先前有发生漏水的状况 蓝绿的议员就有要求 北市府以及远雄这边 要所谓的责无旁贷了 那只有这一次又再次的发生 因此这个部分呢 就再次的引起了球迷间的讨论 那以上就是目前掌握最新出播 好谢谢梁浩 可以看到这个大巨蛋里面呢 下起了雨 很多人觉得说哇三滴的体验 不过下雨天大家还是要看球嘛 所以有人撑起了雨伞 但大家也会觉得说呢 怎么会有一种就是身丽其境的感觉 但希望说呢 这个破洞有落水情况赶快补好 因为呢封面雷雨包接近了 苗栗现在今天上午7点多的时候呢 突然是天昏地暗 刮起了大风还出现强降雨 就像是台风天一样 而且在铜锣乡中心工业区路边 有一棵大树突然倾倒了 我们来看到图片当中呢 这棵大树大约是两层楼高的榕树 疑似是因为根部腐蚀 刚好是遇到了强风吹袭 就断裂了 整棵大树是被强风吹倒 正好是压到了两部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车 还好没有造成人员员伤亡 而气象鼠表示 因为封面接近了 今天北部地区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 民众真的要多加留意了 其实不管是在下雨天 还是说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食安问题 大家都不希望再出状况了 我们来看到卫福部疾管署 再公布两例保龄食物中毒的新增个案 分别是43岁跟54岁的女性 吃了炒果粉条跟滑蛋核粉 出现了不适症状就就医了 现在已经累积30个人受害了 不过找不到来源 这很严重 曾任台大医院副院长桃园市副市长王明俊就说了 有中毒的桃园市民告诉他 酱料很苦 建议中央应该要彻查酱料 台北市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件 我们也有一位市民受害 所以我星期四就到了医院去探访这位民众 他告诉我说他21号去保龄茶室 大概晚上7点半的时候去用餐 然后店员告诉他说只剩下果仔条可以点 当时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有果仔条 晚上时间也不晚 那他就点了 然后食物上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颜色很深 第一口试下去就觉得味道很苦 但是还是把它通通吃完了 那我们就问他说那除了酱料觉得很苦之外 果仔条吃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 他觉得吃起来跟平常差不多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其实就让我更加警觉 大概只有中国 印尼还有2015年的墨山鼻克的一个小村 也发生这个米酵菌酸的这样的一个中毒事件 所以其实要中毒也并不那么容易 全世界大概这五六十年来 也只有这三个国家有过这个米酵菌酸 食物中毒致死的这样的案例 那当然这个是台湾的第一个案例 也因为我们的这位民众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再加上说如果是食材 不管是果仔条还是河粉 如果是这个本身他出了问题的话 那其实台湾吃果仔条或河粉的民众非常多 那不管什么城市 大概都很多人在同时用餐 那相关的厂商供应的也不是只有一家厂商 那但是呢 现在就只有这一家这个保林茶室餐厅 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原因可能不出在果仔条 而出在这个餐厅所使用的各种配料酱料 或者是说调味料上面的可能性也很高 好所以真的不是炒果调吗 现在是酱料问题吗 现在保林茶室的食品中毒案是持续延烧 台北市也追查八家业者跟十项的酱料或淀粉制品 北市卫生区稍早说明了 其中有一家一项产品是在台北市登界供应商 但主要是从国外进货的 请中央要协助加强边境管理 北市我们已经厘清出来 就是说原来在本市这个所谓的三家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它的公司是设在外线市 我们一样把它移到外线市 请该地的卫生单位给我们协助 那本市这边是有一个供应商 那这个供应商是直接从国外进口的 那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原因 包括边境我们也要拜托中央来看怎么样来协助 然后呢它的往下的下游是到销售端 那到底它下游的销售端是有哪一些 那我们都一样会做一个所谓的刚才提到的运输 保管还有供货 还有包括进到料理端 它之间的一个检验 这些我们都会去做 那这是跟昨天不一样的地方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那当然一到外线市去之后 我们还是随时跟外线市的卫生单位 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因为也许经过他们查核 他们可以给我们资料 告诉我们它原来输进了台北市的哪几家店面 厂商等等 我们也会依循它这样提供的资料 我们继续的往下追查 我们务必 不管它是在外线市本市 我们务必在进到民众料理端之前 所有的这个流程 我们会逐一的来审视跟检验 好食安真的要把关 保龄茶市中毒案是两死 虽然两死六重伤 但是患者体内都验出了米酵菌酸 19件食品检体的检验都未检出米酵菌酸 因此外界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这个店的酱料是有问题的 部部次长王毕胜今天就指出了 鸡茶取回食材酱油跟老抽没有减出来 那另外呢 现场也取回了这个香兰叶鉴定 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没有这个菌酸到底问题是在哪呢 目前现场带回了这个3月23号进货的供应厂 下游的这个果粉条 检验是未验出了米酵菌酸 所以没有验出来 而市售的果条没有被波及的现象 王毕胜推测发现问题的这个地方是在保龄A13的店内 所以到底呢是不是A13的这个品管还是说呢 这家店就是不会影响到辖分店的问题呢 保龄茶市的食物中毒案是持续的延烧了 这也成为了这个政治攻防战场 部分的民进党就会质疑说 台北市政府的处理动作太慢了 时评论员历史哥就分析 比起民众的生活安全 民进党更在乎 他们能够借由这一次食物中毒事件 获取到多少的政治利益呢 整天忙着搞恶斗 搞斗争 不好好实际解决问题 到头来倒霉的是不是老百姓 踏了一大圈之后 尤其王毕胜 都说一开始很帅嘛 所以我中央来接手 接手了半天之后发现 找不到东西 这个案件到现在 真的就是四个字叫扑朔迷离 我是觉得现在也不要忙着踢皮球 因为现在很多的虎视眈眈 想要搞这个政治攻防嘛 最好讲话你打死 万安越来越不安 很多时候出了实质的问题 我们都有一群人 想要把它搞成政治斗争 那是谁 那是民进党嘛 民进党最喜欢借机操作政治斗争 执政党对于他来讲 他很多时候 他其实不在乎这些人民 他也不在乎这个系统性的问题 他更在乎的是 我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 我可以拿到多少的政治利益 可以拿到多少的政治筹码 这才是他所关心的 当你只操作民粹 而不是要解决时效的时候 那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 所以我觉得老百姓 也要眼睛放亮一点 盯着这个政府 叫他做点事情 否则的话最后 你看 你终于没一天想得到 你去吃个素食 然后你可能隔天就升天了 好 怎么吃个饭吃到隔天人就没了呢 其实这很严重 大家会觉得说中央的食安问题 真的需要把关好 现在除了食安问题之外呢 政治跟两岸也是民众相当的关心的嘛 现在大家会觉得说 民进党执政这么多年了 我们推畅什么 无色觉醒 因为可以超越蓝绿板 人民都希望要过好日子啊 现在我们也看到民进党执政八年的乱象 先来看到立法院的问题 其实立法院到现在依旧是闹哄哄的 民进党团在29号的党团会议 通过了每天动员令 而立法院明天起 启动了国会改革法案审查 虽然周一呢是专案报告被寻 但是呢是不采取竹条审查 蓝绿白也准备好要攻防程序了 我们先来看到国民党团的书记长 洪梦凯他说什么了 他说呢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 制定卯氏国会罪 但这也是民进党团版本 不愿意触碰的地方 过去民进党一党独大八年了 行政权扩权到乱象横生 民进党官员以为呛的是立委 实际像呛的立委代表是民意 这个乱象必须要在这次 做一个了结 其实呢这个了结就是 我们都希望可以终结的地方嘛 立委呢也是为了护航行政官员 连自己的脸是不是都不要了呢 所以呢罗志强也不忍了 他说了现在他看到民进党主张的移送立委 首先要移送的就是绿委邱毅赢跟曾任立委的高雄市长陈其迈 前者呢是当年把法务部大门揣破的 后者呢是在质询时问候官员爸爸的 所以民进党团呢我们来蓝绿都要平衡一下 柯总招他出现了 他说了现在呢他认为蓝白呢是以多数暴力要强行通过 适得其反没有用 一定提示线这是最后的手段 那国民党立委吴宗献了 他也认为说呢宪法确实规定 现在呢民进党是有提示线的权利 他提出的职权行使法案 但是呢跟当年顾立雄提案很类似 因为呢吴思瑶是联署人之一 为什么现在又觉得违宪是不是双标呢 现在呢根本就是民进党又双标了 民进党不该将大法官纳入到了这个政治的攻防里面 而且新国会的朝野攻防也已经开始了 可以看到国民党的主张就是呢明天不会粗暴审查 所以呢他已经下了一个让大家知道说呢 会让比较和平的状况 但是也表达自己的诉求 同样的也是讲到了排审赵成旭走 周三要办公厅会 而且呢他不可能一直拖骂 大家希望赶快啊 所以呢蓝英就要见招才招了 但是这样子真的有用吗 民进党团前天才公布草案 赶不上委员会排成立法院的执行权 这个执权行使法草政休案呢 草案大家会觉得说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因为审查时间瞧不龙啊 绿营又变来变去了 他们整个换了位子换了脑袋 国民党就说了明天不会粗暴审查 就吴宗宪刚才有讲了这个三个点 就是希望说呢告诉民众这是民意 而且柯建民就点名了 他认为说现在国民党最大问题是傅昆奇 他觉得这个总招太压霸了 形同是集体毁灭 民进党团的假动是要对抗蓝白的邪恶力量 而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 则认为说假机动员一定能发挥高度的反制作用 你们认为呢真的有反制吗 吴宗宪的狂酸蓝蹄案绿就怎么样 绿就含毁乱毁陷乱阵 而且呢这个法案工坊是正常的 不要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情况降低了国会的格局 哇堂堂大国会整天都被民进党搞得这样子闹哄哄的 又要每天假动 但是呢诉求的又是什么呢 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哦 其实民进党不断的去要求说呢 国民党太压霸太压霸 但是是不是有点像是照妖镜一般 感觉好像是他们在做的事情 这是民意耶 你骂的官员 你骂的记者 你骂的这些人 通通都是民众对民进党的不满 所以呢同时我们也来看到 民进党团立法院党团开会决议 每天要发假机动员令 但是会前会后呢都要签到 盯紧每场的院会跟委员会 立法委员徐晓信又分析了 就是因为现在民进党立委们士气非常低落 很不团结 所以逼得党团必须要发布这种强制的命令 规定每天都要假动耶 擅长迟到民进党做得到吗 他们才愿意到立法院上班 他更透露了 有一次民进党假机动员 好几十位立委到场 其中会有人抱怨说 党团发布的动员令 没有告知立委们要干嘛 这是不是为了动员而动员 完全没有意义 这是完全意义不明的动作 民进党需要透过假机动员 他们的立法委员才会上班 他们的立委才会出现在议场 才会到期 甚至他们今天有一个新闻 写说民进党有一个内规 要求他们为了要让行政院的人 能够平常是多一点时间去上班 实际上就是少在立法院被问 所以他们说30分钟的咨询时间 他们都要求只能有15分钟 我觉得民进党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为了要放水行政官员 所以订定内规 让你们的立委咨询时间减半 你说即便发生一些迟到门之后 他们现在还要再搞这一出 就是对 甚至他可能先前就订了 因为那是他们内规 我们外人不知道 但今天媒体有报导说 他们有这条内规 所以为什么他们的咨询时间 都自我砍半 只剩15分钟 剩下他们都直接改书面 是民进党要求这么做的 要求对行政院的人员放水 他们的立委 现在第一个士气很低落 第二个不是很团结 第三个经常私底下 自己心情不好对外放话 然后他们必须透过假急动员 才愿意来上班 这一点跟国民党完全不一样 这个礼拜五跟上个礼拜五 他们连续两周假动 应该是上礼拜五 跟上上礼拜五 因为又已经隔了一阵子 那在上上周的周五 及时假动 在议场里面出席的 民进党立法委员 寥寥可数 只有三到四人而已 那上个礼拜呢 他们有假动 所以人比较多 我算大概有20位立法委员 然后进到议场里面 但是据说他们也跟 包含媒体去抱怨说 完全没跟我们讲话干嘛 但是又一直假动 所以他们是因为要假动才来的 为假动而假动 好为假动而假动 这真的值得吗 而且你们的核心是什么 要跟民众说啊 来看到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改选日期 终于确定了 民主基金会是排定要在4月10号 召开董事监察人事的协议会议 那这个联席会议的议程呢 是包括交制前置作业的会议 以及董事长的改选 虽然呢 立法院长韩国瑜 就已经公开赎议了 他是觉得说呢 要由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卢叶忠来担任 基金会的执行长 但是外传说 民进党不放弃要赎议这个人选 所以因此预期执行长会 这一次会议的攻防焦点 是不是会继续吵下去呢 来委王鸿威就表示了 对国民党来讲 韩国瑜可能必须要坚守 他的提名悬 其他的董事就必须要 力战群雄 要保护韩国瑜 未来提名的执行长 那外界就猜测了 我们民进党是不是要打算 自行的推派人选呢 柯建民就喊出 韩国瑜当民主基金会 董事长是一定的 他希望能够赶快 照程序来选出来 至于说执行长的部分 互相协调 时要时间 用讨论的方式处理好就好了 用正常的心态 看待比较适合 他只负责法案跟预算 哇他现在就是要把所有的问题 都丢回给韩国瑜嘛 我们再来看到 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会将依照惯例出任 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目前呢 现任的执行长黄玉玲 在立法院说 再等韩国瑜告诉外交部长 吴钊燮时间 就可以开这个开会通知了 但是呢 发完这个开会通知 现在传出了 其实当天民主基金会已经自订 4月10号就要改 开会改选了 而且事前是没有通知韩国瑜的 灾阳痛批这是突袭吗 民进党又是小动作吗 这些小动作不断 是为了什么呢 台湾民主基金会 每年有外交部1.5亿预算 现在排定将在4月10号开会改选 但传出这开会日期 连要当董事长的韩国瑜都不知道 只要韩院长跟吴代理董事长 讲说可以开会 吴代理董事长有交代 我们马上就可以来发开会通知 28号民主基金会执行长黄玉玲 在立院明明说 再等韩国瑜告知可开会时间 现在传出实际上当天 民主基金会就定出 4月10号要开会 谁用口头通知韩国瑜办公室 及各董监事 29号才寄出电子档 直到30号上午相关资料 才送到董监事手中 蓝娟同批 事前没通知韩国瑜根本等同突袭 开会通知都没有 难道是要改秘密会议吗 想要杀个韩国瑜措手不及 要搞突袭吗 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为了自保位子这样的恶搞吗 韩国瑜当董事长基本上无悬念 但他要邀请有外交专长的 政大教授卢彦中出任执行长 不过根据董事席次 韩国瑜虽占一席 政党席次蓝绿各自席 但政党代表外的董事 由吴钊燮林家荣等四人 8比5情况下 有人担忧 国民党票数无法抗衡 民进党若铁了心 民主基金会的预算 今年就不用过了 民进党动作频频再也痛批 可不是为了钱或卡死 国民党对外接触的管道 难道是还有更大秘密 外交部每年补助几亿的民主基金会 让民进党就是不愿放手 不禁让外界好奇 里面到底藏了多少不能说的秘密 这有欢迎去李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肇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盐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磅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的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 额外优费折扣 为于中立金浦的儿童美术馆 将在4月3号开始试营运 试营运期间免费参观 欢迎大家都一起来 探索未来 打开无限的想象 正这样 我们继续来关心到民众党的今天 台北市议会连续举办两场活动 第一场是一日议员体验营 带着小草们来参观议会 接着呢 举办党主席跟小草的见面会 被解读说是要向民间 征裁海选干部 现场最新连线记者蔡炳宏 社主播时代带您关注 民众主席柯文哲 今天是回娘家来到台北市议会 因为台北市议会在今天 在民众党这边一共有两场的活动 分别是一日议员的体验营 以及小草见面会的活动 而柯文哲来参加第二场的小草见面会 但其实这个见面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来进行台北市党部的 重要干部的海选 要来布局2026 而当然呢 未来被视为要来选台北市长的黄珊珊 其实今天也都有出席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画面 最近现场 中国大陆那边是不是有人来接下 要去防守 那主席今天会不会从来报名的小草里面 找一些要来选2026的人才 我们前天走楼梯 不好意思 到夺家小草 今天算是落实恩加义计划吗 来找一些新链的 我们要下楼梯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刚才要为钱 不许战 小心小心 你们 主席国民党有要办这个空战战斗影 你觉得有用吗 他们要找网红来 好我们走楼梯 等一下不要跟好不好 我楼梯今天比较危险 谢谢谢谢 好了 谢谢 我们现在都在做地方的扎根的工作 所以现在就是 其实是重新的开始 所以是会跟议会党团 台北市党部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现在今天是小草的感谢见面会 报名的都是我们会比较主动积极的 那里面参与公共事务 我想是大家的兴趣 会愿意参加的话 应该都是很 比较热衷的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他们都能参与 不要只是当一般的公民 能够有机会的话 能够多 多跟政治 包括参与政策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年轻人都能够 投入这个就算你不参政 但是你一定要关心政治 好我们会听到 柯文哲针对时事回应都没有回答 只有在是否要来去中国大陆进行访路计划 部分 柯文哲是回答说四个字毫无所惜 而至于其他的议题 柯文哲并没有多做回复 不过至于在2026布局的这一方面 黄珊珊则是回应说 这些事情一直都有在做 而且也希望让更多的人 可以来参与党部以及政治的参与 那么以上像的这些情况把时间镜头交给胖内主播 好青年是关键票吗 我们来看到前总统马英九 他受到大陆方面的邀请 会在四月一号到十一号访问大陆展开 十一天的两岸和平之旅 并且在八号会不会安排马席二会呢 马英九房中行程揭晓了 我们先来看到他第一天 四月一号的时候呢 他会搭乘南方航空的班机 在下午抵达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而在呢 在抵达之后停留了三天在广东 而参访中山大学跟师生交流 还有呢 要沾咬黄花缸七十二烈士的林园 参观国父孙中山的故居纪念馆 参观黄虎军校的旧纪念馆 还会去大乡公司腾讯公司 还有亚迪公司 还有港珠澳大桥 所以呢 非常这个行程很丰富 满档的行程 而且马不停蹄 在四月三号抵达陕西停留四天 在四月四号到上午 全团都会参加这个清明的公祭 那呢 这个公祭活动呢 是轩辕皇帝的典礼 所以呢 是代表说大陆相当的重视 马英九才会去邀请 同时也会参观了 秦始皇的博物馆 还有法门寺大慈恩寺 也就是大雁塔 还有陕西的历史博物馆 跟西安国家版本馆 还有参访杨陵志会农业示范区 还有龙基绿能公司 那还会呢 到这个马云寺等等的 确实要寻根嘛 那在四月七号下午就会抵达北京了 那抵达北京呢 重头戏就会参访北京大学要交流 那呢 他也是带了很多学生嘛 有参加这个巴达岭长城 还有北京雇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卢沟桥等等的 都是历史非常重要的地方 他统统都要去 也会参加这个参观奥林匹克公园内的 冰丝带 也就是国家速滑馆 跟鸟巢国家体育馆 而在四月八号 大家最关心的 四月八号 会不会有马锡二会呢 其实在马锡二会这件事情爆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期待嘛 时隔九年 是不是要再见面了呢 而在四月十一号 他们就会回到台湾了 那是反台之后呢 其实就是一连串的会跟大家报告 不过大家就开始猜测啦 对于这一次的访路行程 是不是马英雄呢 要琢磨重建在 互不否认 智权 默契等等的 大家会觉得说呢 要有一些新的进展嘛 所以呢我们来听听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续森他就表示了 民间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 导致马英九执政时期 两岸默契丧失了 马英九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了 就可以以民间的力量 尽全力来推动两岸交流 同时呼吁民间党政府承认九二共识 这样才能解决两岸当前的僵局 而萧续森也进一步的就指出说 马英九当时候执政的时候 两岸可以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是因为呢 有两岸构同政治基础的九二共识 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 一切不可能的 包括陆方突破海峡中线啊 今夏禁制水域等等啊 互不否认治权是形同消失了 因为根源是什么 没有九二共识 所以他也呼吁赖清德 赶快听进去 要重视中华民国宪法嘛 一中架构跟统一前沿 才可以解决两岸的根本问题 大家都不想要战争啊 只不过民进党真的听得进去吗 大家会觉得说呢 这难道是照妖镜吗 大家觉得希望的是两岸和平 不要再有战争了 可是民进党听到的是什么 民进党认为说 我不管你啦 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啦 所以呢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泰跳出来说了 马英九会清楚的告诉陆方 台湾有60%民众不支持 准总统赖清德 哇 所以没有顾办的名义嘛 赖清德真的有倾听人心吗 因为两岸间和平是最重要的 这一趟目的呢 就是要将两岸目前紧张警示降温 你们怎么想呢 我们来看看港媒中评社的分析 这篇这个社论写得非常好 马英九再度的访路 四大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是要传达两岸的和平讯息 第二个是要巡回两岸的认同 第三个以马英九个人来说 展现承担两岸和平 使者大任的决心嘛 还有要帮助国民党重新擦亮 两岸沟通的金字招牌 因为国民党展现了说 国民党做得到 进一步呢也指出说呢 赖清德 得票率四成而已 而且民进党在国会席次没有过半 马英九要传递的讯息 就是台湾仍有六成的名义 不认同赖清德的台独主张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马锡二会有望在四月八号登场 但就算马英九团递善意了 蓝委任认为说 两岸关系是别寄望在马前总统身上 民进党政府必须要尊重九二共识 才有办法真正的取得两岸和平 前总统马英九四月一号 有望登场 除了马前总统 穿着包括好龙兵 黄金平 李乾隆和洪秀柱等人 也都会接力附路 进行两岸交流 双面互动 渴望更上层楼 虽然马英九访路遭到部分的 民进党立委攻击 但是包括蔡英文 赖清德和陆委会 对这次可能的马锡会 都保持着一定的空间 两岸是同文同种 前有人讲说两岸一家亲 就被民进党拿出来批评 我觉得这个是大可不必 总统务行政院相对的低调 他们都应该很清楚 他们做不到的两岸的对话 马英九替他们做了 当前台海情势紧张 马英九现在又没有任何党职公职身份 两岸要和平的关键态度 恐怕还是在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两岸的兵凶战危 就是蔡英文的路线所造成的 如果赖清德继续维持蔡英文路线 把九二共识扭曲为一国两制 维系两岸和平 那当然就是圆木求鱼 九二共识 这个两岸之间 大家磨合的最主要的一个精神所在 九二共识拿掉以后 这个两岸怎么再谈下去 没有对话哪来和平 民进党如果不拿出时 只作为改善两岸关系 光是靠在野的前总统 去替执政打善后 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这林志愿陈珍台北报道 好两岸要解决这些问题 分歧就是需要决心 但民进党没有这样的决心 政大外交系的教授黄奎博 就点出了马熙慧是赵妖靖 他写这篇文章 他说谁才爱中华民国呢 第二次马熙慧也代表着 两岸的求同存异的智慧 这次这个同是双方均认知 坚持只有一个中国 意的话呢是表示 北京方面根据宪法主张的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台北方面根据宪法主张的 只有中华民国 但认知到北京的主张 就是一中各表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主张呢 大陆听得进去嘛 马英主要传递给大陆的 两岸和平的警讯 还有呢是希望这党的目的 大陆会听进去吗 民进党又听得进去吗 人民又怎么想呢 马英主这个启程 要前往大陆交流了 外界也会想说 会不会再出现马熙二会 前立委郭正亮就预测了 这机会很大哦 因为对岸在买保险 郭正亮分析 习近平在两岸几乎找不到 可以政治谈判的人 不论是现在蔡英文 还是未来赖清德 都不太可能跟大陆谈 所以习近平最后 还是只能跟马英九谈 为什么中国大陆难免 会有一点不知所措 因为他发现 台湾没有一个力量 是愿意跟我做政治谈判 所以为什么邀请了半天 还是马英九去 朱立伦区能谈这个吗 不可能的是 那他当然不可能去 要赖清德 这更不可能 所以他就是要让这一种 政治谈判的动力存在 实在是找不到人 可是我就是说 因为马英九已经卸任了 所以台湾这种力量就还是很微弱 所以中国大陆就必须要买保险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他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保险 他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灰色地带作战 我是认为 包括无人机 各式各样 我认为他现在就是实质 在军事上没收你的海域跟空域 以便万一出现某一天 他必须要使用 为什么他要买保险 因为台湾完全看不到 他给予政治谈判的对象 所以目前 他要谈台湾的事情 也只能跟美国去货 好真的没有沟通管道 我同时也是考量到资安 行政院就禁止各部会使用 采购大陆厂牌的资安的通讯产品 这个自通产品 无人机使用率高单位 交通部 环境部 农业部 面临挑战 农业部的领保署 在去年开标采购无人机 就遇到了没有厂商投标状况 略许小新就大三蔡政府了 规定是民进党定的 就算留标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民进党政府还没有意识到 这问题严重性 继续这个逻辑矛盾的表演吧 在立法院里面 我们也没有打算做民进党的刹车皮 所以既然民进党在苏贞昌任内要求 所有零件都要采取这个非大陆制的 那我希望他们能够说到做到 所以呢既然你们都这样子规定了 那就算留标 那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规定是你们自己制定的 如果你们发现说这样不可行 要松绑那其实基本上我们也不会反对 但是如果你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话 那就请继续你的表演 甚至我们看到的是赖清德这个准总统 他去视察无人机国家队的时候 现场放的也是使用土耳其的这个无人机 里面的驱动马达就是中国大陆制的 我们提出来之后 甚至于这个陈建仁院长他还说 这叫做大惊小怪 你们自己立的标准 但是最后做不到怎么会是我们大惊小怪呢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针对这个无人机的零件部分 算是左之右处逻辑矛盾 那我希望他们竟然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就是要用台湾的这个零件 那就应该要好好的去鼓励 以及协助台湾本土厂商无人机零件的发展 而不是限制了以后 让他们没有办法用一直留标 然后呢那我们的无人机该怎么办 好大陆无人机空拍让国军运作的作业曝光了 其实呢国军看到无人机的当下是撤离应对 这似乎跟国防部长邱国正所提及的反制第一集有所出入 另外前总统马英九二度的访路行程也曝光 马派没有点名由马锡二会 但绿营抢先开炮说 这趟的副路行恐怕涉及叛国罪 哇马上又要灌罪名了 详细内容请锁定今天晚上九点 马德有事吗 周恩电视频道跟大新闻大爆卦 频道是双开的直播 马德会跟你线上见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国防部长邱国正的儿子被曝说疑似召集 也让外界解读说 是不是为了要抢魏子而爆发内斗呢 异传媒的总编辑 这巨美凤就受访时认为说 由于邱国正跟他儿子基本上是生命共同体了 现在曝出争议会受到很大影响 他也认为真魏子是有的 更有人向他点名说是黄曙光 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美国的因素 这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意义影响力 跟他会延伸的效应非常重大 这两个人当然就是邱国正跟他的自己的亲生儿子 首先以国防部来讲 国防部是台湾的国防安全跟最重要防线的重中之重 这样的一个专业部门 那以军情情报 国安跟安全 他自己的儿子在他的保护的麾下 他希望能够有所辟印 所以两个人 我说句实在话 生命共同体 第二个意义 邱国正我们都知道 他的个性就是反而也铁也直 然后有些东西他可能也并不一定会转弯 但是国防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他常常用机密预算 只要你这些机密感觉好像那个手啊 就不容易揭开 你就会被掩盖住 还有一个预算容易无限上纲 那你说这件事情跟人无关 跟利益无关 跟政策无关 跟所有的各个重要的安全线无关 基本上不可能进入到所谓的斗争与否 说实在我说句老实话 也有人点到黄曙光 你说有争绝对的 你说有什么样的布局也绝对的 那你说是不是判戏的问题 利益纠结的问题 预算的问题 甚至对不起 是不是跟美国的问题 一个是美国的手 第二个是可能的人选的 这个被点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大家从今天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重新思考 我觉得会瞬间变聪明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肉厂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未来这个钢厂 董事长是我 法人也得是我 两年前 他求着找到我带着去 竟然跟我要经营权 咱们大家一起干 必须我拖了算 要是没有你 他能有今天 他有资格坐在这里 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谁拖了算 谁是老板 你不然叫我告诉你 不管是对你 还是对这个钢厂 我都温习 风吹慢下 4月2日晚间11点 中天娱乐台 5月10日晚间8点 中天娱乐台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好 持续来关心到 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案 其中有一名37岁女性 到保龄茶室的饶河店 食用奶茶 咖喱 就是吃了咖喱之后 就身体不适了 然后被通报为保龄的第一例 不过台北市卫生局就表示 这一例在检验之后 医院是研判感染性的肠胃炎 加上卫福部公布 未验出的米酵菌酸 研判说这次保龄茶室案 是不相干的 判例第13 我想各位亲友朋友知道 这个他有一个 所谓的保龄的饶河店 他有去饮食 然后有吃了 讲到奶茶跟人当等等这些 然后后来他有肠胃炎的症状 那在昨天以前 那他的抽血的指数 都是正常的 那可是当下的判断 但是他有一个感染性的一个肠胃炎 所以收到 新外院的病房里面做观察 那今天早上收到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是 他有做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 一个检查 那确认这个诊断 是所谓的感染性的肠胃炎 那而且 就我收到的最新的资料 卫福部这边 王次长这边好像有宣告说 他的血液的检查并没有看到米酵菌酸 这个致病原 所以目前这个案例应该属于 跟本次在保龄S3这个系列的案例 可能是不相关 他可能只是一个感染性的一个肠胃炎 那密切的医疗团队密切在注意当中 好 保龄肠市的食物中毒案件当中有许多案例 都验出了米酵菌酸 刘勤疾病学家何美香 认为说 米酵菌酸这种毒素 中国大陆是这几年来 发现的案例最多的 台北市议员侯涵婷认为说 何美香整天胡说八道 讲一大堆没有道理的话 现在食物中毒又要硬扯到中国大陆 这种人可以当上学者 非常的莫名其妙 首先先借由何美香 就是这种毒物相关的专家先讲 他说这起案件来讲 这一次的这个问题是在中国大陆 其实算是近几年发生案例比较多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特定食材呢 那也因为此话一出 包含像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的名字 吴星带 他也开始跟着出来刷 他就说台湾人面对了对岸的善意 他是讲善效的善 一体的意 来自对岸的善意 真的要多一份心 王浩宇也说 高度怀疑是中国的食品混入 建议不要乱吃中国的食材 网络上面就在讲啊 原本还以为这整起事件啊 终于可以不用再扯到中国大陆了 本来还想说这次怎么不太一样啊 有点特殊哦 就想不到熟悉的这个配方还是最对位 终究都是要扯到中国大陆 何美香这名字好熟啊 一查之后才发现 他就是在当初疫情期间鼓吹大家 赶快二次确诊 你就能够有无敌惺惺的 胡说八道的人啊 我就是二次确诊 结果痛苦的要死 全台湾一大堆人二次确诊 三次确诊痛苦的要死 就是被这种人所害的啊 这种咔 然后现在又出来讲这些话 那当然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不过当然我们这不仅是做 不要单纯做人身攻击 我们先就事论事 他说你看这个所谓的毒啊 肯定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那请问一下那中国大陆的毒又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中国大陆里面所发生的米酵酸的这个事情 稍微查了一下 广东出现过 河南出现过 黑龙江出现过 好而且是连续几年 因为可能一年才发生过一起 那么依照他的这个逻辑的话 那请问一下那大陆的这些又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按照绿营的观点 不重要反正大陆就是有毒 对吧 大陆的毒呢 他就绝对不可 他就绝对是食物自己跑出来的 台湾的毒就不是食物自己跑出来的 他就一定是外面感染的 这种咖还能够当所谓的学者 也真的是非常奇葩 又要涨价了 台湾中有宣布 4月1号凌晨0点起 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 但是按照浮动的油价机制调整原则 汽柴油应该要各调涨2.6元以及4.1元 但因为维持价格低于亚洲邻近国家油价 所以启动了油价平稳措施要维持原本的油价 但是你以为油价没涨 电价呢 电价涨幅可大了 4月起电价要全部调涨了 现在经济部在脸书贴出了三张图卡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调涨电价不得已 恳请国人谅解 说是因为战争造成燃料暴涨导致台电亏损 还说没有人喜欢涨电价不得不适度的反应成本 另一位薛晓星判红经济部是平行时空在脑补吗 不是不只是不知民间疾苦 甚至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恶意的欺骗民众 政府的做法非常的荒唐 包含最近几次经济部所做的图卡 都是在平行时空里面 然后用脑补的方式完全不了解人民的痛苦 包含他希望人民可以在夜间的时候 这个凌晨烤面包 然后他们还想出了一套非常可笑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呢我们越涨电价 然后人民应该会越省 这样的说法无异于是把头买在土里的一个鸵鸟心态 因为怎么可能你越涨电费人民会越省呢 那如果你的逻辑成立的话 我们还要跟你拜托说可不可以再多涨一点电价 难道今天是要人民再求你再多涨电价 让我们能够更省吗 这种荒腔走板的这种骗局跟书法 经济部竟然一而再再而三 会让他觉得经济部不只是不知民间疾苦 甚至还刻意的恶意的要欺骗民众 如果不是蔡政府这八年来使用了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 那今天又何必要涨这么多的电价呢 尤其是如果你涨了电价 那就能够弥补台电的亏损的话 你还算是有一点点道理可在 可是现在没有 你又涨电价 你又要拿人民的税金补贴 台电在错误的能源政策之下 就像一个屋地洞 怎么样填都填不满 那当然人民是很不乐意的 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 就是说错误的能源政策应该要做修正 蔡英文总统过去大声的告诉人民说 2025的非核家园的这样的政策 十年内电费不会大幅度的成长 可是在他任内已经涨了35% 所以是否我们的政府官员 应该要公开的向人民道歉呢 错误的说法骗了选票 现在就应该要好好的跟人民道歉 而不是转头过来说 我是不得已的要人民体量 好 根本问题就是错误的能源政策 4月1号调涨之后呢 新电价要上路了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在出席电器展之后表示 电价除了分三年调涨 来降低冲击的物价 也呼吁民众把比较耗能的电器淘汰 让节电的目标可以从2%提高到4% 至于是在520之后的动向 郑文燦十分的低调 明天4月1号那么新的电价会实施 那我们希望这个我们是微服调整 这三年是分了三次来调整 不像邻近的国家像日本韩国 或像欧洲国家是一次涨足 那对物价冲击比较大 那主要是着眼在能够分梯涨足 另外高用电的大户 也采取接力士的方式 让他们承担比较大的责任 毕竟那么台湾在电源开发上 我们还是要除了努力的 让能源转型之外 那么节电还是要走的方向 目前我们的那个目标 是希望能够把节电由2%提高到4% 这目标需要把旧的 比较耗能的电器淘汰掉 那么希望以四年为期 能够让节能电器能够不断上路 520越来越值得大家很关心 您的下一步规划有留任的可能吗 新的内阁当然是由赖清的总统当选人 来布一个新局 我们会完全支持 我们来看到这个惊险的意外画面 高雄一名期训的阿贝 30日傍晚 疑似是因为好奇 靠近路旁下水到排水工程 来看到阿贝疑似因为 手撑栏杆力道过大 栏杆轻倒瞬间整个人衰弱两公尺深的坑洞内 目前民众赶紧从一旁拿长梯伸入坑中救人 昨下阿贝只有手脚跟脸部轻伤 虚惊一场 好来看到日本四名男子组成的犯罪集团 连续犯案都失败了 最后杀人抢劫劫财被警方逮捕 其中有一个人夺过死刑 没有想到又因为一样东西 竟然难逃一死 白天常常在工地当警卫 晚上就兼差来当货车司机 尽管这样钱根本不够用 就想要靠犯罪来翻身 就这样 这四个人通过了暗网聚集在一块 相约见面要找发财的机会 8月21号到了约定的这一天 川岸建制还有神天司 先到了约定的地点 两人就想说 那要不然我们就先去干一票试试 他们在约会的网站 联系到了一名26岁的少妇 因为丈夫满足不了自己 决定要出来找乐子 两个人原本的计划 是在发生关系的时候 拍下对方的验照 在强迫少妇给钱 不过等到真正见面 两人是直接愣住了 傻眼了 年龄是假的 网路上的讯息也是假的 明明约的是26岁的少妇 结果来的是40多岁 又矮又胖的女人 就算想要敲诈她 可是这两个男人被吓到 没人愿意亲自上阵 只好趁着女子在买东西的当下 落荒而逃 更多完整内容都在台湾大搜索 滑一下 你会看到金牌特派 点下去 每个星期二星期五 晚上九点半首播 欢迎你来 来看到为鼓励全民运动 大甲正兰宫举办的 2024大甲妈的包庇 RUN的祈福路跑活动 在今天正兰宫前开跑了 现场涌进了数千名的民众热情的参加 而且一早天才刚亮 民众就已经塞满了整个活动现场 在开跑之前呢 大甲正兰宫的董事长 袁清彪以及副董事长 郑明昆 先带着领袍者们 军作活力操的运动 接着呢就倒数名乡了 数千名的跑者热情的起跑 每年的Bobby Run 都是在大甲妈祖要让进前暖身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13年了 这次呢是电玩风跟妈祖文化做结合 非常的特别 也在网路上引起不小的热议 而且呢设置了闯关游戏 希望更多人可以参加 再来看到 其实大家都会想要补充胶原蛋白嘛 但是怎么吃呢 让营养师告诉你到底要怎么吃 大家都会觉得说呢 这个胶原蛋白怎么样吃 可以越来越保养 而且呢是让你的肌肤没有纹路的 这些都要让专业的来告诉你 才知道怎么吃 才会吃对 花大钱做医美买保养品 爱痛还得商荷包 选择补充胶原蛋白 要想发挥最大功效 营养师提醒必须同步摄取维生素C 胶原蛋白在合成的时候 它是非常需要维生素C 作为一个辅美一个帮手的概念 去帮助它合成 如果没有维生素C的话 胶原蛋白的合成速度 其实是会下降的 甚至是会变得没有办法合成 在使用补充胶原蛋白的期间 我们也可以搭配 比如说维生素C 比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 奇异果 这些都富含的维生素C 可以一起使用 营养师也补充 服用胶原蛋白 时机点也很重要 最好在皮肤生长的黄金期 也就是睡前一到两小时吃 至少要三个月以上 才能看到效果 我就会建议 初期使用的时候 可以一天两包作为补充 加强保养 那等你吃一段时间 我们就可以改为一天一包的频率 作为日常的保养 像旺旺实际 德国胶原蛋白 它就分为两种 第一种 像是粉红色这一款 我就会建议 搭配维生素C一起做使用 因为这一款 它是针对 需要养颜美容的族群 做设计的 搭配维生素C 对于胶原蛋白的 合成效率会是更提升的 蓝色的则是主打 针对增强行动力的部分 在摄取上 饮食中我们可以增加 钙质的摄取 像是牛奶 或是板豆腐 豆干这类的食物 这样子可以更增加 我们自身的行动力 懂得怎么吃对 胶原蛋白 配合良好的作息 避免长时间曝晒 以及摄取 抗氧化食物 就能让你将吃尽的 胶原蛋白 锁好锁满 今年许愿一定要健康生活 没事多喝水 你也缺一个大小刚刚好的随身水瓶吗 来个薄荷色的它吧 中天文创 Keep Going 真空悬盖运动瓶 380ml薄荷色 有扣盘 可提可挂 喝水无需拆盖 不锈钢内存设计 可长时间保温 办公室 健身房 街头走票 清新的薄荷色 Keep Going 真空悬盖运动瓶 让你更出色 请上快点购下单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有更多折扣哦 何康五春 想不停来咯 旧盘春游 怎样不无聊 旺旺绝带爽焦 让你出游最有聊 内含蒜味小小酥 香酥椒 原味豌豆 口感丰富 风味独特 让你越吃越对味 旺旺绝带爽焦 上游制作原料 接近合格检验后 才入场生产 证实胃含酥干红成分 严格把关 安全有保障 尽请消费者 安心使用 更别错过专区 众多现实热销 临时推荐 现在就上 何康五春 专区纠团下单 任选三件 折150 五件就折300 披生菌 加胶原蛋白 健康 维持套组 让你省更多 快点购 现在买最划算 何康优惠 真的 想不停 我自己有在用手机挂绳 我自己有在用手机挂绳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 基本上带小孩出去的时候 会大量的时间都要拿手机出来帮忙拍照 拿手机出来查东西 那以前没有在用 就是放在口袋 其实很手忙脚乱 它那个有像健车的小logo Live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让我看到的时候发现 我会特别想要看一下